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集我们来讲讲澳洲的事情 澳洲的事情当然跟疫情有很多关系 现在疫情持续恶化 我先报一报 今天维多利亚州 就是246个感染个案都是社区传播的 新拿威尔士州是降了一些 降了一些 不过是一字头 都是一字头 大概降了一百多两百人 今天最新数据是1281人 很不幸地有五个人离开了 目前澳洲免疫登记处 叫Air 只是承认 牛津 阿斯利康疫苗 以及 辉瑞还有莫德纳疫苗 但是你知道了 有些国家 混打疫苗 有些海外的澳洲人 亦都是这样混打了疫苗 很难搞 对啊 澳洲政府说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混合接种的话 是不会被视为完全接种的 怎么办呢 对我所知 有些泰国好像是轻混打的 是的 泰国是中西合璧的 是 大陆 大陆的疫苗加上其他疫苗 所以 现在很矛盾 而且在海外接种其他品牌的新冠疫苗 暂时没有办法得到澳洲的认证 所以 现在不知道科兴和 国药疫苗的接种者是否可以回来 这一点是针对留学生的 不过 我想最后还是会承认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始终要留学生回来的 另外 参与了Novavis 新疫苗临床试验的澳洲人 虽然 这种疫苗 亦来自美国 他自己就说 对于Delta变种的 抵御力相当好 但是 因为澳洲 免疫登记处 是未 认可这种疫苗的 所以对不起 都是被视为没有完全接种的 也要加快一些程序去认证 因为 年尾 有那些 大假期 那些人想回来都回不了 没错 另外 澳洲 之前我有一集说过 W字头OUS 其实 有 员工因为要隔离 令货价 有些地方空 但是 原来是没有改善的 现在 OUS和Coast 两家 超市巨头加起来 总共有5100多名员工 都被迫隔离 所以 星期日的时候 大悉尼地区多家超市 货价都很不幸地 空空如也 民众也很担心 会不会没有食物 应该不会的 我想他会不断请新人 但是最怕有隔离 现在我们看到报纸的照片 就是 W字头和C字头的超市 嗯 其实 真的挺空虚 而且那些不是什么特别货 是一些 好像 Butter那些东西 澳洲会生产 所以是不会缺的 但是没有人上货 现在OUS和Coast的 供应也是 遭受到重创 令到线上线下的产品供应 大大减少 我们看到 悉尼地区 几家超市 新鲜农产品 和 一些 与製品 空空如也 部分 人们很坏的 在TikTok就说 究竟什么事 是不是 有人 有些大件事发生 当然乱世当然是多傻佬 不过 有人就说 就是那帮反疫苗的司机 最近 示威和倒露 还有就是罢工 造成这样 这个正常点的解释 但是超市巨头就说 示威活动 主要在新南威士州和 昆州的边境 和适离出现的 供应问题是无关的 C字头的 超市也说 为了保护社区 我们 部分团队成员 正在自我隔离 以减少病毒的传播 所以 很对不起 线上线下 也是缺货的 现在 他们就说 我们的库存是足够的 只不过是不足够员工上货 其实跟之前的恐慌性 盲腸刺子 也是一样 其实库存是足够的 就是没有人上货 因为你买得快 而且现在 封城地区的人士 除了去超市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 所以就说一些 我看到 超市也说 已经尽力 再安排员工上货 而且希望 这些货品可以以最快速度和安全上货 对的 没理由你叫一些 疑似中了新冠的人士帮你上货 你这样更糟糕了 W字头的超市也说 我们超市的确是多名员工处于隔离状态 这间超市希望用户可以理解 以及 现在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期 的确 货架上 很多地方是空的 我看到现在 他拍到的照片 只有 两棵葱 有些是几个蕃茄 有些是几个柠檬 其实 超市也是配感压力的 他们也说 只可以 大量的 再 製作招聘广告 其实超市一直都要聘请人 疫情期间 因为 真的要 多人做工 现在大家的 购物模式都变了 除了超市是比较可信之外 网购当然不可信 大马sir的麦克服 哈哈哈 不如超市 买吧 超市也有麦克服卖的 不过很流 我们也有 网络 最流的麦克服 责物那些 是的 还有 超市也说 你看到现在我们缺货 跟 之前是不同的 之前是因为真的缺货 现在 是因为配送中心有额外的压力 希望 各位顾客理解 所以 C字头和W字头 亦发了道歉声明 为顾客带来不变 亦希望各位顾客 理解 以及 耐心等待 其实 现在我们看到超市 很多货交空空如也 因为疫情很大 其实 现在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他 昨天就说 因为 新南威尔士州 确诊 持续攀升 所以 追踪团队已经 不堪重复了 现在 接触的 病患者 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追踪团队 他 亦要 向确诊者打电话 不过 因为实在太多人 所以打不到电话 资源有限 现在改为 发短讯 OK 但是会不会没有人来 其实听到发短讯 一般来说 事情发生 或者是 诈骗 不过打电话他也可能觉得你是诈骗的 也是的 尤其现在封城期间 骗案也挺多 十分多 新州州长也说 随着确诊数目 不断攀升 我们的追踪团队 已经是顶不住压力了 在过去几天 他们一直都是 只可以发短讯 给确诊者 和他的 密切接触者 而不可以打电话 因为 人手的确不够 以及 要精简这个流程 因为发短讯 他可以用机器来发 对吗 打电话你始终都要每个人说 有时候打不通 当然 其实 现在发短讯的内容就是 告诉那些 密切接触者 说 你们应该如何 居家隔离 以及 注意观察症状 还有就是应该如何做到最好 以及必要时 如何可以获得额外的护理 都是发短讯就好了 周长也说 我们的确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追踪系统 而且我们一直在简化临床团队了解和照顾 新确诊的 一些方法 这个系统强大 我们一直 和整个卫生系统 包括 公共卫生与临床团队 当然 亦都包括 患病者提供的 一些社福机构 还有政府机关 更加是有 警方的 得的确确 现在 医疗团队的压力很大 所以 澳洲政府 都是 令到一些 技术移民快批了 尤其是 医生 和护士 另外有一件事 也挺个人的 是什么事呢 原来 昨天 媒体揭发了 之前 有间警局 他们的员工 聚在一起 搞派对 庆祝 Ware it Purple Day 这是 一年一度 彩虹人的宣传日 在各个区 哦 是的 事后 新南威士州警方对于这场 庆祝活动展开了内部调查 调查是否存在违反 防疫令的行为 根据警方Facebook 上面的一张照片就显示 20多名警员 其实都是没戴口罩 是聚集在 一个 大的 好像会议室之类的寄室 当然 在一张桌上 摆满了丰盛的食物 还有一张照片 是一名 没戴口罩的警员 在装饰品年前 微笑合照 根据规定 非住宅 建筑的所有室内区域 都必须戴口罩 据悉 这个派对的合照 其实 在发布了 没多久之后 自己 可能自罪日删了 经过调查 新南威士州警方 他们就说 我们是不会 继续调查 经过调查就是不会继续调查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经过内部审查 没有发现任何违反 防疫令的行为 没有 这样也没有 他就是这么说的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调查人员发现 这个被举报的 派对 场所其实是够大的 足以令所有人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他们坐在一起 就好像没有 报导也说 虽然 紧急服务可以豁免 每平方 每四平方 容纳一个人的规定 不是紧急服务 对 派对 好像派对 新南威士州 卫生指南 就强烈建议在工作场所 应该保持安全距离 他们应该是工作场所 所以 由于 现在新南威士州这么严重 之前 首席卫生官 Carrie Chan 都一再建议 不要在工作场所 聚集一起用餐 结果 这个警局 就违反 表面上 他说没事 我就不可以判断 他就说没事 但是看上去就好像又违反了 现在他说不查 也没办法 首席卫生官也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所有工作场所必须考虑到他们的 安全计划 确保 你不共享 查室 如果你要共享查室的时候 就要戴口罩 而且 有症状的时候就不要开工 其实这个也可以叫查室 其实 这个警局 属于 逝离的 Blacktown地区政府管轄 这个地区 亦是 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哦 所以 不过他说 没事的 防疫意识也挺薄弱的 是的 全国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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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首次 在全州 全州 是要轨的 新南威士州的卫生厅 当然每天都公布 确诊数和入院数 但是澳洲的七号台 新闻报导说 卫生厅通过一个 叫做家庭医院的计划 Hospital in the home 这个计划 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 掩饰实际需要住院人数的数字 真正的数字 应该是 公方公开的 数字的三倍有多 现在 官方通报的 入院者人数 是1041人 但是 直到上星期六 最少有2248人 通过这个 家庭医院计划 在社区接受治疗 所以媒体就说 其实这些人 应该也是通报住院数 比较合理一点 新南威士州的卫生厅长就说 我们这个家庭医院计划 其实 是 很正常的 不过 媒体就说 是不是为了 隐瞒或者掩盖实际需要入院的 确诊人数呢 当然 卫生厅 要为这个计划 辩护 他就说 大家不要忘记 大概80%的 确诊者 是无症状和轻症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理由 叫他们 住院接受治疗的 一般来说 如果患者 是要有 吸氧的需求 他们 才不能在家 另外一位高官也说 临床医生和患者 是互相配合的 就是为了确定 适合 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 是不是需要入院呢 其实 都是医生判断的 感染者 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有些人 的确是没有症状的 还有些人会出现非常轻微的 类似感冒的症状 重症患者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 症状 比如肺炎和其他病发症 临床医生 就会定期检查 确诊患者 而且 令到他们在最适合的地方 进行治疗和观察 如果出于其他原因 不需要住院接受临床护理的话 这样 其实是家里最好的 说回7号台的报道 本轮疫情至今 悉尼 西区 和西南区 最少就有10名患者在家里过身 其中 就包括 通报了的一位 60多岁的男子 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是没有接受 任何检测 也没有 接受 医院护理 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在日本也有 日本的就叫 在家 疗养 但是 之前日本媒体也报道过 有些人 是 不知为什么 突然之间加重了 这个病症 等到 医护人员来的时候 对不起 一命污妇 所以 很难平衡 如果你把这些人全部 推到医院也不行 因为你的医疗系统承受不了 所以 真的很难 你说他掩饰 我觉得不是 反正 你现在也查到这个数据 家庭医院的数据 代表不是掩饰 但是 感官就是 正正式进院的就只有千多人 这个也是事实 以及 现在 新南威士州医院 系统的压力 已经是到了 一个很 高的水平 而且 州长也说 10月份的时候 会达到一个峰值 当然 州政府再次向民众保证 医疗系统 能够应付 希望 希望 另外 新南威士州的 卫生官也说 令医护人员感到紧张的 是那些非必要的 呼叫电话 是的 我们之前报导过 有些还打电话 去救伤车的 叫救伤车来 之后 咦 当然是没有他了 接电话的人说 什么事 是不是 叫救伤车可以帮我接种疫苗 噢 玩意吗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以及 亦都在侧面证明了一件事 宣传是不够好 以及 老实说 救伤车也是一些紧急情况 是吧 接种疫苗也紧急 但不是即时可以 危害到 人命的 的确确是对的 有没有漏洞的接种车 没有的 我们没有的 可以上门 其实现在 新南威士州 前天 就经历了 该州 历史上 救伤车 第二繁忙的一天 因为 医护人员 一直都是被一些 非紧急电话 前妖主 有些就问 有没有止协处 可以提供 这些 他要放 超市都可以 真的浪费资源 因为他接过电话 也是时间 另外有些就问 我感冒 有什么可以去药房买 这些其实你去药房也有人介绍给你的 不需要打电话去紧急服务中心 真是浪费资源 真是浪费 又有什么这么紧急 我想知道 刚才那个 买妥妥了 所以 新南威士州的政府也呼吁 大家一定记住 现在我们疫情当中 前线医护人员 十分十分忙 不要因为非紧急情况 乱打这个 急救电话 没错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